社会焦点高雄市某科大传出了学生持刀伤人事件 就在凌晨12点一名灵性男大生 对社团学姐新生爱慕多次表白 遭到拒绝让她很心碎 没想到最后鼓起勇气 要求陪伴学姐走回宿舍再次遭到了拒绝 当下一时她就失去理智 持刀划伤了对方 索性被害人没有生命危险 而目前这名男大生也已经被移送真摆 救护车火速抵达现场急忙救护 因为校园内竟然发生一起男大生持刀伤人事件 这还是蛮可怕的 可能应该是一个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 她打高了很重 还蛮可怕的 就是如果是自己本身遇到的话 就是会有心理创伤 消息曝光大家都很震惊 没想到校园里会出现这样的流血事件 事情就发生在5号凌晨12点 高雄市某科大就读大一的林姓南同学 透过社团认识大二学姐新生爱慕多次表白 却都被打枪 学姐甚至表明不会选择对方 让她心碎满地 最后再次提出想陪学姐回宿 却又遭到拒绝 瞬间失去理智才会冲动 持刀划伤学姐脖子和手臂 当时林姓南同学呢 疑似就是在这里 和女同学发生口角一时冲动 拿刀砍伤她 实际回到校园地板血迹 已经被清理干净 被害人被送往医院 警方获报后也在20分钟内逮到嫌犯 但却发现动手的男大生 一度吞下大量药物 当场遭警方制止 儒姓女子跟两位女同学 到一楼宿舍走到的时候 她就已经有拿美工刀了 受伤这个学生里头 受伤的家长已经循司法途径 学校我们会请智商中心 来针对她的同学 来进行一些的辅导 尽管是后双方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因为感情受挫 就持刀伤人 不仅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 有爱生恨也让自己犯下大错 记者程牌纯科长浩 高雄采访报导